欢迎收看2月17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农业局将凭广路排水香含进行调整 变成一条生态廊道 让小动物可以安全行走 112年房屋税税及清查作业从2月份起展开 如有变更使用应尽快申报 安坑轻轨国车国造 国产化比例高达42% 新北市长侯永宜期许 未来的轨道建设可以提升到50% 新店中正路663项内 有一块协置空地 长期荒废 新北市议员陈南渔呼吁 药物活化使用 避免成为治安与脏乱死角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一起来认识历经舌海 转念以友善农耕 经营茶园的林宇阳 新北市农业局日前调查 新店平广路一个月内 就发生了59件小动物陆沙事件 因此将原有的寒管调整为凹字形 使得中间可以排水 而两侧则变成了可供小动物行走的生态廊道 更透过了监测系统拍摄到小动物出谋的画面 新店广新地区位处于山林之间 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生态 为了维护当地的生态现况 防止鹿沙事件发生 新北市农业局将原有寒管进行调整 变成了一条生态廊道 新店区平广路是一个自然生态丰富且多样性的区域 在一个月的生态调查中 我们发现了鹿沙事件总共发生了59次 其中包含两棋类还有爬虫类的动物 为了防止鹿沙骑行再持续发生 农业局就将原有寒管调整为凹字形的中间的排水香寒 寒洞的两侧可以提供给小动物们来行走的一个生态廊道 新北市农业局也特地架设了监测系统 发现有许多小动物利用过路排水香寒穿越马路 其中更令人振奋的是 还拍摄到白鼻心带着大大的肚子经过 而在新北市辖内目前已经完成了五处生态廊道 小动物们也亲身来验收乡寒动物廊道 也可以悠闲的过马路 我们更拍摄到了白鼻心带着大大的肚子 走过排水香寒 那农业局过去在三峡还有土城地区 共建置了五个生态廊道 其中土城区在绿意盎然的森林环境中 设置了供树稀动物回家的空中廊道 让松鼠等动物可以利用空中廊道穿梭零件安全地回家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将香寒调整之后 不仅让小动物可以安全行走 还兼具农露的排水功能可以维持农业生产 未来会持续监测新店五谷及细质等区的农露 周遭环境生态与露沙状况 建构生态友善道路 让用路的市民朋友和野生动物都能够共好 记者养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为了健全房屋税及 112年房屋税税及清查作业从2月份起展开 清查的重点包括了房屋使用情形 是否符合减免税要件 适用税率与实际用途是否相符 以及老旧房屋有无新建增建改建等事项 为了维护税及公平与健全房屋税及 新北市税捐计真处提醒 112年房屋税税及清查作业从2月起展开 清查重点包括房屋使用情形 是否符合减免税要件 设定限制是否正确 适用税率与实际用途是否相符 老旧房屋有无新建增建改建等事项 税间接增处表示 房屋税是以附着于地上之各种房屋 以及增加房屋使用价值的建筑物为课征对象 一般常见的顶楼增建 阳台加建 以及自行搭盖 未合法登记的违章建筑等情形 都应该要设立税级 课征房屋税 因此除了加强课税资料搜集 运用机关兼通报资料查核外 也会派员实地勘查房屋是否有增建改建或变更使用情形 因此呼吁纳税义务人 房屋如果有新建增建改建或使用情形变更等情形 因尽速主动向房屋所在地的税捐集中机关申报改课或补缴税款 以避免经查获后除补税外还会被采除罚还 记者陈平张门奇新店采访报道 安坑轻轨完工通车除了为地方交通带来改变 其实还有另一个指标性意义 那就是安坑轻轨建设在国产化比例上高达了42%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 未来在巴黎、武泰甚至是深坑轻轨 期盼能够让国产化比例超过50% 借此带动国家产业发展 安坑轻轨全长7.5公里 计划总经费为166亿元 完工通车除了为地方交通带来改变 安坑轻轨在国产化上更是有指标性的意义 在通车典礼上交通部次长胡香林特别提到 新北市政府从淡海轻轨的国产国造比例为 百分之二十二到了安坑轻轨则提升为百分之四十二 让国内厂商参与和技术运转都能够提高 相当值得肯定 从二十二增加到四十二 这个中间二十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新北市政府在推动这些轨道建设过程之中 有考虑到国内厂商的参与 这些参与代表的我们给了国内厂商的机会 来提升我们国内厂商的技术能量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政策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受访时表示 从淡海轻轨开始就积极推动国车国造 安坑轻轨延伸了淡海轻轨国产化设备 未来在巴黎 武泰甚至深坑轻轨 都期盼国产化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 带动国家产业整体发展 新北市捷运局表示 国产国造不仅让国内厂商参与比率提高 同时也保障了技术运转和兼顾未来维护边理性 目前新北市境内营运路线累积到93公里 78座车站将继续朝2030年远景迈进 让北北基陶市民都能享有共同共荣的捷运建设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在新店中正路663巷内有一大块的空地 长期来闲置荒废 还经常被丢弃垃圾 新北市议员陈乃鱼就呼吁 应该要让空地好好的活化利用 否则会变成治安与脏乱的死角 更成了地方发展的绊脚石 新北市议员陈乃鱼接获新店中校里里长尤哈浩琳反应 在新店中正路663巷内有一大片的闲置空地 长期来荒废 更被随意丢弃了垃圾和废弃物 看见在市区内竟然有一块空地被闲置 议员陈乃鱼直呼实在太可惜 更疲这块空地恐怕会成为地方治安和脏乱的死角 成为都市发展的绊脚石 在我们市区的精华地段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浪费 我们再走不远 其实就是我们的国家人权博物馆 那这个附近呢如果是有一个可以油气修气的空间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于地方上的发展也更好 尤其是说其实这里呢 我刚刚讲到了荒烟漫草又很多的垃圾 杂草丛生 不只是那个地方上面脏屋的黑洞 治安的黑洞之外呢 其实也不利于地方的发展 那里面草长很长 然后外面围墙边大家都乱丢垃圾 把家庭垃圾啊什么垃圾 又要丢在里面 然后造成治安的死角 那像到夏天会有蚊虫 然后会有老鼠 里长游昊玲指出 虽然去公所每半年会来进行除草围馆 但这块空地就是这样被长期闲置大门深锁 希望能够有机会让空地活化 尤其附近的停车需求大 也期盼能够规划作为停车使用 议员陈乃宇也表示 这块空地应该要好好运用 而不是放任杂草丛生垃圾满布 我们后面都是属于公寓型的住宅 那公寓它就没有下面的地下室停车场 所以包含机车啊 汽车啊都非常需要 那未来我是希望啦 可以剥部分就是可能一半 来作为我们停车来使用 高雄的围墙 然后用铁门 然后用铁链把它封住 那既然它是一个这个国产署的地 然后国家的土地 那我也很希望说这块土地可以开放打开 然后让民众可以亲近我们的在地 尤其是让我们的在地居民 有一个有绿美化的地方可以游去 就算是一片草地也好 让大家可以亲近我们在地的土地 新北市员陈南宇表示 这里紧邻人权博物馆 如果未来能够将空地整理之后 进行绿美化 开放作为休闲游器 连接人权文化廊道 将会让空地有了新价值 同时大大有利于地方发展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是用心爱台湾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新店网络搭配Wi-Fi 6 不但提升传输速度及上传功能 更减少无限干扰 进阶提升Wi-Fi覆盖范围 让您在家办公 线上学习更宽广自在 申办大新店网络500Mai 免费升级Wi-Fi 6 及借用MeshWi-Fi 相信请卡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Channel 3公用频道 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身为长子长孙的林羽阳 纵使再不愿意 世代传承的茶产业 最终还是落在了肩上 在历经时哀的苦难之后 林羽阳学会了转念 感恩前人留下的土地 施法自然 人虫共生的友善农法 才量少执金的经营策略 以东方美人茶 速度夺下全国特等奖 现在就一起来看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我骑摩托车都骑一轮的 没有骑两轮的 我跟你讲真的 不是要说拔神法 对不对 别却我会 人家对我的忍耐 我憨在就是说 你这么叛逆 你 你是一个坏孩子 春象 茶树的春象是不是 它天气热 避风的地方 它就会出来吃 都是傍晚 现在我们人在那边 它不出来 它傍晚之后就会出来 就会把嫩鸭全部吃完 春虫比人还要聪明 它会先吃嫩的 嫩的吃完再吃老的 因为嫩的没啥 所以吃老的 所以比人还要聪明 所以说我们万物就是说 奉生 不一定说 我们要去消灭它 因为有的驴也要吃 因为自然生菜 可是全部不要吃了 我们要吃什么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 偶尔会做一下 用生物做一刀的房子 让我们得 它有得吃 我们也有得吃 对不对 不是和平送存吗 好像我们的草也是一样 我们的草 有时候不能 你像我喜欢把它拔得很干净 可是呢 有时候想要想说 草也是一种生命 出品 这样把它折掉 折掉了 要折掉 对 它里面有一些草 里面有一条草 里面有一条草 对啊 哦 中间的新的地方 对啊 它病座啊 它吃在里面的 有没有 它會吃層豬 層豬就死掉了 我以前對茶我也不喜歡 因為以前像有茶樹就很怕 非常的怕 因為一年才有四季而已 所以春茶去的 你看十八甲從這邊踩到那邊 這邊又黑彩了 永遠不能休息 所以說從小看到茶樹就很怕 等到一天我爸爸退休了 他說 其實我真的百般不願意 為什麼要接著這麼辛苦的產業 只是 有些事情是 就是 牽住進 其實 不願意到願意 那是非常的掙扎 真的很掙扎 因為只有我自己知道 沒有人有辦法去體會到我那種心情 因為我就是生病過 躺在醫院的時候 那種很無數的感覺 生命是這麼脆弱的 有時候長得心真的很痠 有時候說 身體是父母血的 我們對父母要不要 優好不優好 那這邊的境遇不一樣 最主要是對自己要優好 要先愛自己 先把自己愛好 才能去愛別人 像我的茶樹也一樣 你沒有愛他 他怎麼回報你 不是嗎 像你做我們友善榮法 所採在這麼少 你能不珍惜嗎 茶都是好的茶 沒有壞茶 是你喜歡不喜歡 喝茶是一種生活 一種家庭結合的一種工具 我們怎麼換家庭融合 因為一般是雨酒 我以前都喝酒 只有喝了就亂性嘛 亂性就知識嘛 身體就弄壞了 喝茶不一樣 喝茶它會進去 它會療癒我們的身心 我們會安靜很安逸的下來 接著來看 博貝奧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現在山伴大新店OIN套餐 有限電視加光纖上網 加高畫質套餐一次享有 特惠免費升級智慧機上盒 速洽2917 3939 最大串流平台Disney Plus 透過多功能數位機上盒 就可以觀看 限時優惠中 歡迎電車 2917 3939 使用燃氣熱水器及瓦斯爐等爐具 應注意保持場所通風 避免液氧化碳中毒 保障居家安全 新店區公所關心您 111年家庭收支調查 自12月1日起開始辦理 訪查項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設備及住宅概況 敬請支持配合 機車出廠滿5年 需每年實施排氣定檢 預期未檢或檢驗不合格 罰新台幣500-3000元 最終將註銷牌照 以上所有的新聞內容 都可以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到大興店有線電視的YouTube 臉書粉絲團 以及官網上查詢點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張方琦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會 intress 一下 Line 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早安 冷气团的讲度已经是逐渐的在减弱当中 因此在周五周六两天都是吹拂着高压回流的偏东风环境 天气形态则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不过在迎风面的东北角地区还是偶有短暂的降雨 那么吹着这种偏东风的环境 其实白天的温度升温幅度都还蛮明显的 不过早晚的气温仍是比较低 日夜温差比较大 提醒各位市民朋友还是要记得携带外套再出门 最后要来提醒您在西半侧的部分 夜间还是容易有局部的低云跟雾发生来影响能见度 务必要注意行车跟用路的安全 再来看到卫星云图 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高压已经是渐渐的在出海当中 环境的风向也转变为这种偏东风的环境 因此各地的气温都在逐渐的往回升 那么降雨的讯号只有集中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新北市的各地的天气都还算蛮不错的 只有在东北角的部分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 那么这样子的好天气可以一直维持到周日的上半天 到了下半天开始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再度的来报道 到时候新北市又会开始出现一些降雨的讯号了 那么逐日来看其实在周五周六两天天气都有在逐渐的回暖 而且各地的天气都还算蛮稳定的 只有在东北角以及部分的山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 一些降雨的讯号了 那么这样子的好天气持续到周日 到了下半天开始新的一波东北季风来再度的报道 到时候在北海岸东北角以及部分的山区地区 还有些部分的市区也会开始出现云量增多并且有降雨的情况了 最后要来提醒给您周五周六天气都不错 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而且温度都有逐渐的在回忆声当中 可以来到25度满温暖舒适的好天气 不过到了周日新的一波东北季风来报道 可以看到高温是一路的在往下滑 不过低温则是来到14-15度 并没有太大幅度明显的变动 冷空气的强度并不是很强 不过还是要来提醒您这个温差的变化幅度了 最后要来推荐给您新北的后宿斋 就是在我们的中和字墙公园有一个三环步道 分别是乐林、亲子以及永角步道 非常的推荐给您可以来我们的中和字墙公园 一起来远离都市的成销以及繁杂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吧 我们下次再见